你知道古人都是怎么学习的吗 他们往往会先吟诗 再开始诗字 最后开始不断地练习写字 所以学习汉字呢 并不一定只能从阿波兹德拼字母学起 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来了解汉字的起源 找一找其中的规律 我一定要给你听见这套 藏在诗里的汉字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套书 因为它的作者呢 把每一个汉字都撰写了一首现代童诗 听起来就非常唯美 我们来看看这首诗 就写夕阳夕这个字 说上山坡 太阳顺着山坡 缓缓地下山了 太阳下山了 天就变黑了 这字中的一点 就像山坡上亮起的一盏灯 真的挺美的 这里还对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进行了惊讶的解说 非常适合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们 做语文的启蒙读物 读一首诗 赏一幅画 学一个字 体会一种语言的魅力 这样的学习才是立体的 生动的 来进行这番学习吧